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波波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成年人坚持吃一个月红薯 身体会有什么变化 医生把话说明白 在评论区回复红薯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红薯的那些事 红薯可以说是美食界的大众群人 物美价廉 人人皆喜欢食肢 正因为它接地气 所以更加深受大家的喜爱和偏食 常吃红薯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是一个月红薯会给身体带来什么变化呢 一皮肤变白 红薯是一种维生素C含量很高的主食 含量甚至比苹果和西红柿还要高 常吃有助于皮肤的美白和抗氧化 会让您变得更加的美丽 二远离便秘 红薯本是一种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的食物 常摄入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代谢 从而就可以促进排便 这样一来呢 自然能够预防便秘等肠道的问题 让你的肠道变得越来越健康 越变越瘦 红薯当中含有的纤维素等物质很多 将其代替主食食用可以增强身体的保护感 这样一来更有助于健康减肥的达成 可以促进完美体型的形成 红薯大概就是那种 只要你稍微花一点点心思 它就能变换出无限美味和温暖的食物 无论是蒸红薯煮红薯还是烤红薯 都是各位的最爱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者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红薯那些事